今年六月份到现在 小杨从青海回来之后 连续打杂了家里三次 对于打杂的原因 小杨竟然表示想不起来了 而观察室中的父亲却说 小杨是在有意隐瞒 小杨到底在隐瞒什么 这个家庭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最激烈的一次 跟你们之间的冲突是什么情况 我一说让他出去工作去 现在吧他就面临着什么 找好的工作吧 就是说咱们说通俗的话 就是挣钱多一点的工作 这个东西这得有学历 没学历你很难去上那种 关键的这个 就是说位置上去就职什么的 可是太低俗的 大众化的那种职位呢 像什么快递呀什么什么 就这样他又看不起 04年到现在 就没上过正经一年班 自己心里有落差 那你儿子是什么学历啊 他呀是上的联合大学的大专 那这还可以呀 他上大专呢 那怎么因为这个就能跟家里边就急了呢 当时是也是因为工作的事 在一个公司干了十个月 五月份呢 自己就自动的就不上班了 辞了 不辞而别 不辞而别 去年找了这六份工作 反正干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干了 我其实想问一个小问题啊 您能大概说一下您当时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然后您当时又为什么离开吗 当时是一家游戏公司 干了差不多有一年吧 最后是为什么离开呢 上班压力还大了 有人给你下工作指标了 给你提要求了 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 自己给自己 不是别人给你的 没有 一出人上班去 这火就冒了三丈了 不词而别 也不算不词而别 打招呼了 那妈妈这点又言过其实了 对